各位先生 大家好 我想我就剛剛 最後一位先進的問題 做一個簡單的回溯 其實台北市 其實下雨道的系統已經 剛剛我有提到 其實台北市下雨道的系統已經 非常非常的完善 那麼即便是捷運在試做的時候 其實捷運試做它的地步 它比較試做的會比較下沉一點 那一般來講我們排水 我們的水會需要一個水頭 我們希望能夠它的 高部位的部分 然後往下流 它是用用力的方式來排放 所以不管今天是新一線也好 甚至今天這個中校的 就是我們左邊南港縣的這一塊 其實我們這整個 包括四壽山的整個的水 它都是往北排 排到基隆河 那我們像永春坪這個的水系 基本上它是屬於育城中水戰的 一個大環境 就是台北市55個獨立的 排水系統裡面最大的一個系統 它大概總的面積大概有1000多公頃 可是它有很大的部分在哪邊 它是從包括台大基隆路那個地方 整個的水系也都是往這個方向 都是往這個育城中水戰那邊 我們只是一個小的姿勢 小的姿勢 那它整個的系統它往北排的時候 它不管今天穿過 當時在捷運在試做的時候 它大概都有配合 像這個下雨道來去做改造 或者是來去做一些調整 這個排放能力大概基本上 它能夠保持在它的設計的標準裡面 這個是過去的一些的做法 大概這樣子來去做一些處理 那這個也是我前面剛開始 一開始有講的 過去的想法就是 我把水快速的排放 過去的排放大概是 這樣子的觀念在做處理 現在慢慢慢慢我們覺得說 好像這樣子的處理的方式 不是絕對能夠解決所有的問題的 因為氣候變遷 因為雨量的變化 其實造成了很多人的問題 那我們會覺得說 在既有的架構之下 我們現在談的是在既有的架構下 已經完成架構之下 我不要再去多做更多的一些房屋的設施 我不要再去做開挖 不要再 除非有一些特殊的地方 來去做一些處理化 我不要再去把它的保鏢都提高 那我用什麼樣的方法 我就是剛剛提到的 我們可以利用 我們選擇一些適當的地方 來去做一些制洪 做一些窩絮 甚至入聖的一些方法 來去解決我的洪峰的進流量 這樣的話 我就可以減少我的下水道 再要去做更多的 這樣的所謂的地下長城 這樣子的一些處理 但是在利用既有的情況之下 來做處理 但是我們制洪室 是不是每個地方都能做 或者它的功效都能夠達到 其實是要有地點的 我今天假設 我今天做了一個制洪室 我擺在玉神作為站的旁邊 這下面 它唯一的功用是什麼 它唯一的功用就是幫忙 我幫忙我玉神作為站 我抽牌能力 但是對於都市 市計劃區的下水道系統能量有限 為什麼 因為它是在這裡下游 所以我們要選擇的是 它可能要上中下游 讓選擇適當的地方 那我剛開始 一開始就有提到 永春比這個地方很特別 今天不只永春比 包括中坡 包括二重比這邊 它其實就是在整個 我們的山系的山腳下游氣 也就是說 我們從山上下來的水 因為坡度比較陡 它流速非常非常的快 來到了下面以後 它會變慢 它變慢以後 水就會慢慢 它沒有辦法馬上的快速的排放 它就會激在那個地方 那我覺得我們永春比 事實上就是這樣子 一個很好的一個區 它過去為什麼會是一個平壩 它就是因為從山上流下來的水 快速到了市區以後 到了比較平的地方以後 它變慢 所以它就 這個地方正好也低挖 或者說過去為了要使用 它就變成了一個平壩 所以慢慢的來去做 那既然被填掉了 它的功能失去 那我們是不是要把它回復它 那回復它以後 我今天在這個很適合的地方 我選擇了一個做自動詞 但是也千萬不要認為說 我做了一個自動詞 我下面的東西 我全部都幫忙保護到了 我沒有這個 我沒有這種本事 它只是一個小支流 我剛才講它只是一個小區塊 它可以幫忙的是什麼 我幫忙我自己 我上游的部分 還有我下游的部分 我可以 因為可能它下的一場雨 是超過我的標準 在整個的台北市 但是我山上的水雷 我可以續在這個地方 我不會直接的快速排到我的市區裡面 讓我的市區去淹水 或者是我周遭的環境去淹水 那我這樣我就達到我的目的了 我想永正比它未來的定位的功能 大概會是比較處於區域的 因為它的面積到底來講 它還不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一個 不像今天我們講 其實即便是長江好了 長江洞庭湖 長江的西湖 基本上它就是那樣子的一個功能在 它可以保護更大的一個區域 但是我們是不是有這樣的條件 我們沒有這樣的條件 但是我們可以做為區域的一個 小心在自動詞 或是假設我今天在各地方 我都能夠多做這樣的條件 但是配合它的屬性跟地形的條件 我覺得這個東西就可以讓我們的 未來的防洪的標準可以更高提高 而不需要再去做更大的一些 包括地下的長城 或者是地面上的所謂的 剛剛我們黃老師講的 這個提防的 所謂不屬於水利工程的提防 我想這個東西都是可以去做一些克服的 因為現在慢慢慢慢 我們現在都在思考 這樣子一個處理的方式 包括我相信不只是台北市這樣在思考 其實包括中央水利署 他以前都在這樣再去做一些處理 這是未來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趨勢 我想這邊做一個說明 好 早上的部分 怎麼辦 先讓張波老師做一個發言 然後波老師再做結論 把這個現在所產生的問題 稍微的跟各位提醒一下 私立公園呢 不屬於一般台北市公園管理處 所習慣的管理方法 所以台北市的私立公園管理處 應該有提出新的管理方法 我們促使它去管理 第二這個地區它就是服務 這個就是一個地的一個服務 服務可以服務到生態 我們居民也是被它服務 這也是一個生態 所以居民市民有參與的權利 所以你們一定要主動的去說 我要來參與 然後呢 為了讓這個市民能夠有效的參與呢 一定要開始 這個時候就開始做 志工的組成跟志工的訓練 那這個志工的組成呢 是要從大地處這邊開始呢 還是要從公園國家管理處呢 我們就要請波老師呢 去跟市長拿去拉比一下 或者你們大家也寫一些想法 另外我再提一點 有這麼好的一個地方 夏天會很舒服 所以是一個社區安老的一個好地方 那這個就是在地人的好處 好 謝謝 好 對不起 這意外一定要講 就是說 我是建議那個泳村培的規劃 是以泳村培為主的 擠水區的思考 因為這邊的擠水區的海拔高的應該不高 大概 兩三百公尺嘛 比如說三百多 大概是這樣子 那這邊的水又非常的充沛 那如果說這樣的環境在台灣的中南部的話 它的冬天是不會有水的 因為中南部它大概是 有三個月到六個月的乾淨 所以也就是說 泳村培這種環境呢 你在那個小山溝會看到水流 這樣的一個特色 我覺得是世界級的特色 甚至於在台灣的其他地方 你都不太容易看到 這只有在北部才會看得到 就是跟這個降水有關 所以我的呼籲就是還是 集水區的這個範圍來想 好 謝謝郭老師的提醒 其實跟那個理事長也請教過 就是泳村培可以集水面積 其實從古山的角度來看 它是還蠻豐沛的 大概有五六百公頃左右 所以其實我們水很多 但是有時候缺水的時候 我們剛好後面還有一個 很好的背山 很好的靠山在 這是泳村培不得了的條件 那剛剛兩位老師都提到了 志工怎麼培養 我們就想要開始了 所以假如有醫院以後想 繼續關心我們的泳村培的發展 那今天好像報名隊的資料 我們會相對的 相對的訊息會給你們 假如願意張志工也是一樣 里長其實也很熱情 也要希望我們大家都可以 關心我們的泳村培的發展 那早上我主持人 控制的時間不太好 已經超過二十分鐘了 但是中心一位老師很喜歡講話 那跟你們分享 我們早上就謝謝這六位老師 跟我們分享 我們請給你們